你知道这条腿长达1.35米吗?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腿 它的腿长占到了身高的60% 非常惊人 这使得我们平时看到的大长腿美女们不再闪耀 但是你厚得住这样的长腿吗? 今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腿最长的10个美女 据说长按点赞的人今天绝对会运气爆棚 赶紧试试看吧 第十位 杰德斯拉文 这是一位来自英国的五次跆拳道冠军 他1992年出生于英国达勒姆 身高1.93米 他的腿有1.27米长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非常害羞 而且很自卑 因为他的身高而被欺负和嘲弄 这使得他讨厌拥有长腿以及高大的身材 但是当他的父亲带他去学跆拳道的时候 改变了他的想法 他走遍了世界 并重视信心 他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 尤其是他的长腿 在苏格兰获得英联邦金牌 2014年退役后 他把时间花在指导儿童武术上 并在业余时间做模特 第九位 阿纳斯塔西亚萨瓦 他1990年出生在拉尔夫市 阿纳斯塔西亚身高1.95米 他的长腿达到1.27米 当他年轻的时候 他打了八年的手球 后来收到了国家队的邀请 由于家庭原因 他决定坚持自己模特的梦想 2018年 因为他的身高 特别是长腿 他成功地进入了一个模特机构 他全家都很高 他们教他如何爱自己 尤其是他小时候 因为身高过高而被嘲笑 但现在他有一双美丽的长腿 他喜欢穿高跟鞋 站在很高的地方 我们相信那些欺负他的人 一定会后悔的 第八位 安娜雷瓦 他出生于1995年 拥有乌克兰最长的腿 这位美丽的乌克兰 模特身高1.98米 他的腿有1.272米 在他的学生时代 他因为身高经常被欺负 这使他感到自卑 他总是质疑 为什么他如此与众不同 他11岁时开始打排球 他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身高的巨大优势 由于他的身高 他变得更加自信 15岁时 他开始打职业比赛 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好 就在这时 出现了一个做模特的机会 他开始喜欢上展示他美丽的长腿 他受吉尼斯世界纪录最长的腿的拥有者的启发 开始测量他的腿 从此他成为了乌克兰最长腿的记录保持者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击关注我们的频道 方便您找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继续 这位英国妈妈有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叫马凡综合症 这会影响身体的节地组织 他的主要特征是四肢细长 身材高大 他1972年出生于英国坎布里奇俊 他高达1.95米 腿长1.29米 在学校时他曾因身高问题被人欺负 那时他已经有1.8米了 人们经常问他是否是一个男人或一装皮 因为他太高了 不太可能是个女人 尽管他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但他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他在两个女儿的支持下 决定创建一个社交丈夫 以激励人们 他所发布的照片和视频中 他自信地穿着高跟鞋 和矮个子朋友出去玩 他很享受自己的身高 第六名 蔡斯克尼迪 这个美国美女腿长1.295米 身高1.95米 蔡斯于1993年出生在加州中央海岸 拥有美国最长的双腿之一 他曾经对自己的身高感到不安 在童年时经常被嘲笑 但他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 他想要从事模特工作 但经常因为他的身高太高而被拒绝 但他的长腿却获得了广告公司的关注 并且出现在Lady Gaga的音乐视频中 他在洛杉矶 纽约和日本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他的长腿让他在模特界大放一彩 但他更喜欢旅行 并有可能回到大学 获得他的硕士学位 第五位 卡罗里阿瑟 他1977年出生在澳大利亚摩尔本市 这位著名的前模特 拥有澳大利亚最长腿小姐的称号 他令人震惊的长腿有1.3米 他身高1.88米 卡罗里阿瑟的腿占他身高的69% 在公共场合 他的长腿经常被重点关注 他的长腿给他带来了好处 也同时带来了坏处 他在从事模特事业时遇到了一些困难 因为他的腿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标准 但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 他坚持了下来 有一天 他吸引了披头式乐队的乔治哈里森的主意 这位美丽女人现在有两个孩子 与他的丈夫在墨尔本享受着幸福的生活 他十几岁的儿子 库珀身高1.83米 他们的腿几乎一样长 三年前 他成立了自己的旅游公司 事业发展得不错 第四位 埃卡捷琳娜·卢西娜 卢西娜是一名俄罗斯模特和篮球运动员 他出生于1987年 身高2.07米 腿长1.32米 他的家人身高都超过1.8米 2017年 他成为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腿的吉尼斯记录 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2020年 他希望能激励其他人对自己的外表感到充满信心 他在生活中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来打篮球 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为俄罗斯赢得了一枚铜牌 然而 他一直想做模特 所以他放弃了篮球 2018年 他获得第二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头衔 那就是最高的职业模特 他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 有接近50万的粉丝 甚至还经常与一些明星合作 第三位 雷森科鲁布 第三长的腿的主人目前居住在韩国首尔 他身高2.07米 他的纤细的长腿有1.34米 他家庭中的人都是大长腿 他的父亲是2.08米 母亲1.85米 尽管他在童年时没有因为身高被欺负 但他并不喜欢自己的身高 但当一个模特的机会出现后 他开始喜欢上自己的身高 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女人 并希望能够激励他人 他现在是一名兼职模特 他所面临的问题 是如何找到合适他尺寸的鞋 和如何穿过他认为很矮的门 他没有兴趣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 记录他的长腿 第二位 埃利桑德西尔瓦 这位美女拥有巴西最长的腿 她1995年出生 是世界上最高的女性之一 身高2.03米 腿有1.34米 虽然她很高大 但她的丈夫却只有1.62米 他们并没有因为身高的差异 而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并且正在打算要个孩子 长那么高是因为她患有一种有肿瘤引起的巨人症 但医生已经帮助她将其切除 她现在非常健康 在她年轻的时候 她因为无法进入校车而被迫辍学 还要忍受着同学们的取笑 但她还是克服了 现在她非常喜欢她的身材 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著名的模特 第一位 梅西库兰 2020年 梅西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 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腿的人 她2003年出生在德克萨斯州 身高2.08米 腿有1.35米 她的腿站在身高的60% 但是她的左腿要长一些 有1.35米 而她的右腿长1.34米 梅西说 她想要鼓励全世界的人 接受自己的身体特征 不必自卑 长腿使她很难通过 某些门洞和进入汽车 不得不定制衣服 两张床拼起来才能容得下的 但她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因为她的长腿也给了她优势 比如打白球 她在社交媒体上也非常出名 看完这些长腿 你有没有感到震惊呢 觉得你厚得住吗 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 感谢收看 下期带给你其他有趣的视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